我知道很多朋友也有留意線上的演唱會 接下來很快樂,香港也有一個 也很開心,我知道陣容很鼎盛 而且我們會聽到很多屬於五重行 Harry 的作品 今天很開心,可以在這個時段裏 跟大家介紹一下 Harry 這次的演唱會 歡迎你,五重行 你好,Merry 你好 Harry,我知道這次的線上演唱會 其實也有一個實體演唱會 再加上線上的演唱會 其實最初的時候是怎樣構思呢?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疫情關係很多東西都沒得看了 那為什麼你有一個想法會開演唱會呢? 其實我最初為什麼會開演唱會呢? 無心插柳 去年玩了八個月的Facebook Live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配樂樂隊玩音樂的 因為疫情 所有我去開的Live House都關掉了 我沒得出去玩 又沒有演唱會,又沒有樂樂隊 那真的很悶 那我和Mister的主音報紙倫 我們經常出去玩,我們很喜歡jam歌 那沒得出去玩 我就說,不如你上來我的studio 我們開個Facebook玩一下 看看有沒有人看 那天都玩了三個小時 沒有彩排過的 完全沒有彩排 我跟他太有默契了 八九十平台的歌 我彈什麼他都會唱的 我看到觀眾點歌 我又立刻彈,他又立刻唱 那些人又看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不如下個星期又再玩一次 第二個星期找了黃興平 第三個星期黃遠之又說想上來玩 每個星期就開始找我身邊最熟的藝術 一直玩到12月,連續八個月沒有停過 那我見到這麼多人喜歡玩 我就構思,如果有一個實體的音樂會 可以將這個show 就是這個live 變成一個真正的舞台 大家可以一起開派對 哇,多棒 然後我們一個舊唱片公司的老闆 就很支持我 就可以找場地了 那在今年3月27、3月28 就成時一個叫滿仲恆 搞什麼翻新音樂會了 那首先,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是我作品展 不是的 會有很少部份我作品 大部份都是因為我這個facebook live 變成了這個實體演唱會 所以我會玩很多大家集體回憶的 一些八、九十年代 陪著我們成長的一些經典的廣東歌為主 所以這個show很棒的 我就覺得很吸引 我想說,很多歌手朋友 我真的要很衷心多謝他們 很支持我 我這次是很多嘉賓 有20位嘉賓 是啊,我只看到你海報的名單 就已經全部都很吸引 還有很多都是唱歌的 是啊,還有神秘嘉賓 神秘嘉賓當然不說了 神秘嘉賓當晚就會知道的 我真的找了演唱會導演 和演唱會監製幫我籌辦這件事 因為跟我開facebook live 有一件事很不同 就是我開facebook live 所以真的很隨意 唱什麼歌都不知道 有些歌手上來很害怕的 我想唱什麼 但是我想觀眾又會喜歡看這些 因為很突發 不會好像很stage了一件事出來的 不是一個fixed的run down 我的facebook live 我覺得大家喜歡看 就是因為很多即興的事情發生 很多現場和網民和大家交流 是啊,真的沒有地域限制 但是有沒有試過真的有些蝦碌的事情發生的呢? 大把蝦碌,不是小小的 他們最主要看蝦碌 唱一首可能有一兩句不記得的 但是大家不會介意的 因為我們這個音樂是 帶給大家很多正能量 在家裏有很多娛樂 大家都不知道看得多開心 可以預計到演唱會的氣氛 一樣會是非常之好 但是剛才Harry你有說了 就是有很多以前不需要顧的事情 可能現在都要顧 那賣票會不會是其中之一呢? 是啊,很幸運 大家很支持 很快就賣光了你的票 嗯 現在暫時不如開了一半 因為那個限聚令 都是開了一半 這些都賣光了 回到海外的朋友 其實我知道很多海外的朋友 是真是很支持我這個live的 特別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朋友 我很多謝你們 你們真的有很大的動力 繼續下去了 我相信你這次在香港舉行的演唱會 我們加拿大的觀眾朋友 一樣是非常支持 因為我都已經聽到一些朋友在問 因為你說有線上的版本 可以的,是不是? 可以的 是的,那就是跟香港的實體 在麥花申場館裡面 是一起同步進行的 應該是香港的 有史以來是第一個 應該是第一個 同步有實體觀眾 加上網上全世界都看到的 同步,第一個是香港 也有一隊很專業的拍攝團隊 將整個表演 總之你好像看一個電視台 播放一個演唱會 我們拍得很好 還有聲音和畫質都會很好 我們測試過很多次 確保是很準備好 然後我才公佈這件事的 第一、二天已經很快 很多人買了票 很感謝大家 因為除了香港之外 加拿大是最多人買了線上這張票的 可不可以透露一點點的Rundown呢? 你找不找到一個Rundown? 我的Rundown已經是一個老公 在這裡 你想想八十年代 大家經典的哥哥 陳八強、妹姐、學友 陳慧嫻、阿嬌 這些歌哪有少得 經典的快樂多棒 有經典的慢歌 還有一派是經典的兒歌 哇! 那些都是我小時候讀書的同年回憶 大家放學一定快去看那些卡通片 全部都會湧現你們小時候的畫面出來 一聽到那些卡通片 但你說有部份都是你自己創作的作品 一定是一些很流行的歌 那又怎樣選擇呢? 因為有很多的 很多的 所以為何要開了11次會就這樣選擇 真的挺頭赤的 謝謝有導演、有監製 今次和我一起去做這件事 我今次的音樂會很慶幸得到一個 防疫品牌的冠名贊助 還有口罩、還有消毒紙巾 我們每一位現場的觀眾 都會有一個防疫包送給他們 回家裏面有很多防疫用品 應該是有800多人一場 那又不可笑的 氣氛都會很好的 所以唯一就是我們開了網上 希望在海外 因為我收到太多海外的朋友 經常訊息給我 或者在我的帖子上留言 但我為何遲遲都不公布呢? 真是不好意思 大家等那麼久 因為我們技術層面上 所以我們要確定那件事是準備好 我們才可以宣布 但我想問一下哈利 今次Facebook Live 就是你自己彈的 但譬如做展示的時候 你是自己彈的 還是會有樂隊 有樂隊嗎? 有樂隊 你想想我一塊歌 Superband 全部都是我做音樂的好可遞 有我的前輩 有我的後輩 有我的同輩 是很棒的 但是我想我們加拿大的觀眾 今次就可以透過線上去看了 是不是? 但是你會不會真的有機會來加拿大開show呢? 其實我很喜歡來加拿大的 因為我之前做過幾次巡迴學友 我都有來找阿拉的 我真的很喜歡找阿拉的 因為我很舒服 有機會當然想過來 和大家加拿大的觀眾見面 把我的show帶過來加拿大 而且我可以探望很多band 對呀你有很多老朋友在這裡 我連對樂隊都不用帶 整班都齊了 齊了齊了 和音都齊了 劉祖德本來是唱我的show的 對呀他有說過 對呀 因為突然間有一個 旅程限制了加拿大 變成他這次回不了 又或者這次的線上演唱會 他一邊看著一邊 一邊在家 都希望有機會的 而且我知道Herry的創作 很多歌曲大家都很喜歡 我們這一邊都每一年 有一個歌曲創作比賽的 會不會有機會都邀請到你 來幫我們做評審這樣呢 是呀我很榮幸 今年已經我們會有個合作了 來一個加拿大 是不是全加拿大 是歌曲創作大賽 那我很榮幸你們 今年找了我做這個評判 大家記得踴躍參加 因為我自己入行初期 我玩過很多 我見比賽都玩的 無論大小比賽 我玩很多創作比賽 我覺得玩比賽第一樣 最重要的是 認識到很多和你 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大家記得踴躍參加 好,謝謝Herry 最後一定要講一講 我們講了這麼多的 你的線上演唱會 或者全球都可以看到 但我可以怎樣買票呢? 買票的連結 其實我在我的五重恆 Facebook專頁 我會發出那條連結 在我最頂的連結 就是 其實很簡單的 大家上網買東西一定會買過 是 輸入一個電郵 其實最重要的 電郵一定要對 因為它會發出那條連結 就是發出那條連結 然後你按進連結 每人一個電郵 就是一個器材 可以看到 OK 大家可以去到 這次的演唱會成功 以及快點把這個版本搬到加拿大 很期待 下年我們過來探望你們 好,一於這樣說 我記得 好 好,謝謝Herry 謝謝 謝謝